反正那時候就是半信箱 然後要打一個名字嗎 我印象是我那時候的名字叫火龍的樣子 火龍炸 名字炸聽起來很中二還是什麼的啊 但其實它是有原因的啊 它好像是 它會叫火龍是因為它原本是三個字 姓氏然後加兩個名字 火龍是名字 姓氏是什麼菜你們猜 姓氏 其實應該不能猜 這個是一個大家都聽過的東西 一文中二不會不會 你聽到姓就不會中二了 火龍是名字 姓氏有一個字 噴對 就是噴火龍 對噴火龍 因為那個時候我和我朋友 那個時候電腦課嘛 然後我朋友長胖胖的 大家就叫他水箭龜 然後水箭龜 然後另一個叫噴火龍 還有一個叫什麼妙蛙種子 廟蛙花吧 那時候就 就同學 然後就都取神奇寶貝名字 然後請給我 汗水箭龜 我說 五水箭龜